哈喽大家是冰果 现在大家看到是浅插番石流 之前很多人说 他说这样能活 其实是看 看水果的 大部分如果是像番石流 这种水果的话 它就会容易成活一点 荔枝龙眼那个就要久一点 现在这个是已经长一伤了 大家看到没有 它已经我捡了伤口 现在已经长一伤 长一伤的话就是生根 生根前面的一个步骤 就是只要长一伤了 基本都会生根 生根了之后 后面它就会 生根就成活了 成活它就会长新芽出来 长新烧出来 然后咱们再练苗 再移到杯里面 基本就是这样 刚才我们讲到是荔枝龙眼 荔枝龙眼牵插也是可以 但是我们配方 还没有找到完完全全比较适合的 所以就就差一点 波罗蜜的话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了 波罗蜜我们插成活力也算算可以 长势也可以 但是我们这边现在一般都 波罗蜜不是千叉的 都是价格苗 都是用种子种在这一家间 因为波罗蜜的种子是蛮多的 一个马一马二就很多种子呢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水果 哪个方便就哪个操作 像方石榴就是千叉 波罗蜜就是种子 荔枝龙眼一般现在也是种子种 加基苗或者千枝苗 千枝苗可能也比较多元喜欢一点 今天呢咱们就讲一下这个千叉的这边一些情况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